马上翻译 他说钾 约乙会变成丙和丁 那钾乙他都是一样的原子所组成的 一样的两个原子所组成的 只有一种原子所组成的 我們叫做元素 所以甲乙都是元素 那你看丙 它是由兩個黑色跟一個白色的所組成的 那這個不一樣的所組成的 它叫做化合物 那你看人家丁 丁跟甲是不是 幾乎一模一樣 因為它本來就是一樣的 既然是一樣的話 就代表甲它是過量 所以西選項 豬選項就是甲過量 這樣子解釋是不是很清楚 所以記得理化早市站 成績一定 讚